KPOPEN TV 会有这个从100个团体里头呢 排选出来16位最强的 就是最多人勾选的团体 那你现在呢是可以复选的 就是只要是你喜欢的都可以选 那我们呢就会让最多被选到的 前面16我们就会开始下个礼拜 就会有8强赛 然后再就是4强赛这样子下去 我们呢冠军的结果会在8月23日宣布 我们那时候就是会有KPOPEN Live来宣布 目前还不知道吗 是KPOPEN TV吗 好的 反正就是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管道呢 跟大家宣布 所以就去投票吧 就直接去KPOPEN.com就有咯 那接下来这个周末在台湾也是非常的热闹 因为现在少女时代已经踏入台湾了 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吧 应该都已经回hotel了 早上11点就到了 那这个周末除了少女时代要开唱呢 还有New East还有黎米号哦 所以大家如果你们要去追星的话 请大家小心安全 再来Sun也在推特上面跟大家打招呼了 而且还谢谢大家到机场去接机 而且还很关心本司的说没有人受伤吧 是不是很高级 接下来呢 大喜特喜就是我们大家等待已久的Beats 正威第二集的音源和MV都已经出了哟 然后这个MV叫做Shadow i'm Shadow Shadow 感情爱爱 吸引我起来在我身上՝ 普空心流 い jersey 2020 is a beautiful show 他們so beautiful ok 接下來呢 fx回歸曲也已經確定咯 而且你看他們的照片是不是很有復古的感覺 然後又很像在拍電影 那他們會穿得有一點點像制服 是因為這首歌叫做第一 是第一顆智齒 是比喻初戀 而且呢 這兩個在韓文念起來 是只有差一個字 就是那個ni 最後的那個ni字 那這首歌曲呢 他有一個括號叫做 因為他的曲風是marching bell的曲風 就是你要拿鼓 然後就是pum pum pum pum那種感覺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7月29日就會發行 而且這已經隔了一年多的時間 大家都非常期待咯 這張專輯叫做pintake 接下來呢 是一個比較嚴肅的話題 也就是7.7還有生菜等演藝兵 這一次呢 因為他們沒有跟上面的人說而出遊 就是他們說脫隊 然後有攜帶手機 而且也去了 有有 就是他們有按摩店 然後好像有一點點色情 就是據說這樣子 那因為不只是這樣子 是因為他們有帶手機啊 然後他們沒有 他們是無故脫隊 所以他們會受到重罰 現在目前呢 YGE也表示跟7.7的合約已經到了 所以他並沒有經濟公司幫他講話這一次 那接下來國防部也決定要終止演藝軍 演藝兵的這個制度 那現在目前有15名士兵在8月1號呢 就會開始陸續的被分配到別的部隊裡頭 那裡面我們現在確定的演藝兵有像是 Super Junior 的利特啊 還有之前演人顯王后的 男人 對 人顯王后的男人的 慈賢瑜 慈賢瑜 謝謝 因為我記不得他的名字 I'm so sorry 他們就是等人 現在目前有很多演藝人員在當兵嗎 你們也知道 那其實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他們當兵呢 都是有一種 登登登我要去當兵為民真光的 這種 保護人民的心 所以他們被分配到哪裡 我相信他們都非常的心甘情願 也非常的祝福他們 說到當兵 JYJ 的兩位 俊秀還有金在中 他們兩個也快要當兵囉 最晚是明年的一二月 那接下來就是他們的盲妹 樸佑天也會去當兵 樸佑天好像是四級補充役 所以就是比較像我們這邊的替代役 那在中還有俊秀他們就是比較正常 普通兵這樣子 說到他們 俊秀最近也出了一張非常好聽的歌曲 有NV 我們趕快來看看 Incredible 我們趕快去HIPHOP們找Pony's Choice Award 我們有表演的影片 那Choice Island就是他們最大的獎 所以真的要恭喜效力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Infinite 他們昨天的回規舞台 謝謝大家 掰掰